这是全世界的第一艘河洞里的破冰船 现在是个博物馆 列宁 加加林 这是卡斯特罗 摩尔曼斯克是不动港 但它出去之后 那就是北极地区 普通的货轮它是没有破冰能力的 都是破冰船在前面领路 然后你可以看这条船的50度 0度和50度 理论上应该到不了 因为北极的风浪不大 从这儿 然后经过索尔巴的到北极 俄罗斯是全世界拥有破冰船 最多的国家之一 全世界一共也就70条破冰船 加上我的这一条 一共也就70条 但是俄罗斯就占了80% 说到破冰船 可能我和老张 还是比较有发言权的 毕竟是曾经拥有 自动作解除 解除了 手动把定 手动把定 作为拥有过破冰船的船东 2007核梁红对破冰船 再熟悉不过了 我们的船加油 全算下来大概是900万人币 对于练宁号 2007最想知道的 就是它的核动力 是如何运作的 看看这是它反应堆结构 这是燃料棒 外面这是控制棒 这是油棒 这个里面组装起来 这就叫燃料棒 规模如此小巧的反应堆 却能量巨大 只要带10千克油 就相当于带了25000吨标准煤 可以在远离港口的冰封海域 常年作业 这些都是巨大的蒸汽管道 然后从反应炉过来 蒸汽被加热到 应该300度或者400度 或者更高 就看它的效率怎么样 然后顺着这儿 进入到这个气轮机 这是气轮机 进入到这个气轮机 气轮机底下有一个定列减速器 输出两根轴 两根轴在这边看 给两台发电机 你看了这个之后 你才能理解当时的设计师 为什么会这么设计 用核反应堆烧水 推动气轮机发电 发完电之后 给电动机 电动机来输出 然后四台气轮机 八台发电机 都是由一个核反应堆来供 这是我特别感兴趣的 就是他们的操作流程 但是这些都是机密 它不可能告诉你的 所以你就只能看 看他们的路线图 看他们的仓室布置 来猜 来想 来合理化 你就知道它为什么这么设计 来看看 跟我们船上一模一样 可以看到这儿 你看这船不大 三个螺旋桨 三个车钟 然后在这儿你就能看明白 核反应堆在这儿 大概40兆瓦左右 然后它发电 发完电之后 用电动机来驱动螺旋桨 所以它有三个螺旋桨 所以它为什么会有三个车钟 然后当我需要省功率的时候 我把两个车钟居中 然后只给中间一个螺旋桨 我能接上染量 其实没必要接上 因为这是核动力 那列宁号为什么要装三个螺旋桨 当时的科技水平和制造能力限制了它 就是我的电动机最大就只能做到这么大了 我如果一台可以达到三分之一 那我就得做三台电动机 从59年到89年服役了30年 所以它就一直在北极圈帮助什么 帮助护轮银行 然后还有科学研究 这就是列宁号